哈喽,大家好,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我是Kaha 我是Coco,好久不见 九月去了邮轮回来之后,我们俩就一直很忙 一直没有时间参加什么活动 这周终于有时间去逛逛我们新信念很久的温哥华Christmas Market了 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第一次参加圣诞集市的体验吧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频道 我们是两个生活在加拿大的90后 我们会分享一些我们在加拿大的日常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给我们留言 那就话不多说,开始我们今天的分享啦 温哥华的圣诞市集大约在每年11月中下旬就会开始举办 一直到12月24日 地点就在市中心的Jackpool Plaza 也就是水上飞机场旁边 离Waterfront天车站只有5分钟左右的步行距离 由于市集举行期间,周围停车都不太方便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选择坐天车过来的 这个市集是需要收入入场费的 提前购买的话,税前是19.99加元一个人 门票上有指定的日期和时间 门票只能在指定的时间使用 如果没有提前买票的话,现场也可以买票 但是买票的价格就会稍微贵一点 而且排队买票的人也非常多 这个市集真的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 即使提前买好票 排队也要花上半个小时左右才能进场 虽然室外的温度只有0度左右 而且还下着雨 但是裹在厚厚的衣服里 看着周围缤纷的彩灯 沉浸在周围人群散发出的节日气氛中 一点都不会觉得冷 进场之后 浓浓的圣诞的气氛就扑面而来 闪亮的节日灯饰 月儿的圣诞歌曲 还有来自食物的香气 尤其是门口的这个闪闪发光的旋转木马 一下子就把我们心情拉到了这个圣诞的嘉年华 可惜的是 当时旋转木马排队的人太多了 我们只能暂时跳过了 当我们走到这个圣诞塔下面的时候 整个圣诞气氛都拉满了 原来我们听到的圣诞音乐都是现场表演的 表演的工作人员在塔二楼的舞台上唱歌 塔下站满了看表演的人 大家都跟着歌曲一起唱歌跳舞 虽然我们不太会唱这些歌 但基本上旋律都是听过的 加上周围的人这么亢奋的情绪 很难不一起律动起来 这个圣诞塔的一楼还有卖热葡萄酒的 这个热葡萄酒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圣诞节日特饮 酒是拿一些八角桂皮之类的香料加热煮过的 有红酒和白葡萄酒 还有五酒精的口味 当时下着雨温度还挺低的 而且还有点风 手里捧着一杯热乎乎的酒 时不时喝上一口 整个身体都是暖暖的 这个热葡萄酒算是当晚最受欢迎的单品之一了 几乎是人手一杯 这个酒一般都是默认用纸杯装的 但是买的时候也可以加八块加圆 买这个市集的马克杯 让他们把这个酒放到马克杯里 这个马克杯还是挺精致 做工挺好的 拿回家当纪念品也很不错 此外相比纸杯 拿着这个马克杯装酒 捧在手里既温暖又有仪式感 个人还是挺推荐的 穿过唱歌跳舞的人群之后 我们就来到了集市的餐饮区了 这个餐饮区是由两部分组成的 第一部分是被这个由一条一条灯带组成天幕覆盖 另一部分则是围绕着一棵很大的圣诞树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温哥华圣诞集市是一个德国集市 所以在集市里可以看到和听到很多德语 里面的食物大部分都是德国菜 德国菜里最有名的一道菜就是德国咸猪手了 我们这次来圣诞其实很大程度 就是冲着这个咸猪手来的 没记错的话 这应该是上次在列治文夜市的那一家 如果我记错的话 希望大家在评论区执政啊 上次逛列治文夜市 有一种种原因都没有吃上 这次就不能再错过了 但是这家排队的人还是挺多的 花了快20分钟才点上餐 幸好出餐还是非常快的 从点菜到拿菜都不到一分钟时间 我们点了最小份的半只猪手 两个人吃稍微的少了一点点 大冬天吃着鲜香的烤猪手 真的让人非常满足 一口下去 先是咬到焦香的脆皮 随后脆皮下丰富的油脂就在嘴里爆开 紧接着猪肉和各种香料的味道 伴随着咀嚼不断的在口腔里萦绕 这时候叉子就会不受控制的把一口德国酸菜送到嘴里 德国酸菜的酸爽挽入一股清流冲刷在舌尖上的每一个味蕾 此时此刻我们俩都情不自禁地闭上了眼睛 轻轻地抬起头享受着食物给我们带来的快感 只能说刚刚20分钟等待真是太值得了 但是卡卡排队的这家Pristal 我就觉得不太值得了 排队买猪手的时候 卡卡已经在排队买这家Pristal了 但是我拿着猪手去找她的时候 她还没开始点单 最让我失望的是 排队20分钟轮到我点单的时候 我才发现这家Pristal是一家连锁的店 基本上加拿大的每一个猫里都有一家 排队之前几乎看到人手一个 还有这么多人排队 还以为会是一家特别的本土店 下单之后再等了十来分钟 终于拿到了这个Pristal 我点的是咸味的 由于生意很好 所以每一个Pristal基本上都是现做现炸的 再加上天气和夜市气氛的加成 这也算是我试过最好吃的Pristal了 在卡卡排队买Pristal的同时 我还去旁边买了个烟囱蛋糕 这个烟囱蛋糕真的是名副其实 拿在手里是一直在冒烟的 几乎每一个路过的路人 都会看着我手中的烟囱蛋糕 露出羡慕的眼神 感觉还没开吃就已经只会票价了 味道也是挺不错的 我们点的是肉桂口味 里面涂的是苹果酱 这两个味道真的是一如既往的搭 味道还是挺不错的 而且没有我担心的那么甜 但是由于我们吃的有点慢 蛋糕一下子就冷掉了 等冷掉之后吃起来就有那么一点点腻了 最后我们还买了一个 用面包装的牛肉炖汤 这个汤也是很受欢迎的 但是这个牛肉汤就有点失望了 基本上都是土豆 而且还挺咸的 可能是用面包当晚的缘故吧 汤汁一下子就被面包吸光了 整碗汤都没喝几口就凉掉了 市集里有不少桌子可以给大家吃东西 而且还有一个室内的用餐区可以坐下来吃 但是那天太火爆了 和大部分人一样 我们基本上都全程站着吃的 这个圣诞集市的摊位 基本上都是可以刷卡的 据我们观察 大部分摊位都可以刷信用卡 只有几家只接受debit card和现金 除了吃喝和歌舞之外 市集里还有不少摊位是买精品 衣服等商品的 很多是和圣诞节相关的 也有一些是和圣诞节没有太大的关系 也许是整个市集节日气氛的加成吧 有很多东西看起来还是很精致的 其实里面的东西还是有点贵的 就拿Pristol为例好了 同样的一家连锁店的同一个卷饼 平时在商场里卖的大约是五家元一个 在市集里就要卖八块钱左右了 就像卡卡刚刚说的那样 在市集的节日气氛烘托之下 一切都变得美好了很多 虽然一不小心钱就花多了 但是整趟游玩的体验下来 还是非常愉快的 不知道大家对我们这次温哥华圣诞夜市的游玩 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也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分享我们视频给你的朋友收看 那我们这次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 祝大家圣诞快乐 还有新年快乐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